全国副总警长诺拉西今天出席活动时 就对希望联盟即将在本月14号 也就是来临的星期六在雪州巴达林在野 达曼扎亚大草场举办的大集会 开记者会警告 如果主办单位一意孤行拒绝换场地的话 那当局将会采取行动 但是他就没有提到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也承认反对党确实是有权举办集会 但是警方也必须维护公共秩序 虽然希望联盟主办的爱国大集会 多次遭到警方以安全 打扰附近居民为理由而阻拦 但是雪州州乌大臣阿兹敏 今天就表示 主办方将会和警方对话商讨对策 以确保集会能够顺利进行 也会解决警方所担忧的问题 由于谈讯和谈讯和谈讯 他们将继续持续讨论 为确保持续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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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续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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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